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这一天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故居福农山庄 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与民众同庆这个习性的日子 就在今天美国移民局也在福农山庄为最新入籍的美国公民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入籍仪式 下面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详情 好的主持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故居 位于维吉尼亚州的福农山庄 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的这天 福农山庄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来与游客 欢庆美国的242岁的生日 走进福农山庄就像是进入了时光隧道一样 现场可以看到许多仿佛是从18世纪末走出来的士兵还有农民 幸运的话还可以遇到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以及他的夫人马莎 那福农山庄在7月4日这天举办一系列活动 那包括有切蛋糕的环节来与游客共同庆祝美国的242岁生日 而在一整天的精彩活动包含了戏剧表演音乐会 还有日间烟火以及为美国庆生等活动之外 今天这里还为来自50个国家总共101位的 美国的最新的一批公民举办了一场入籍仪式 他们在仪式上宣誓以及唱美国的国歌 现场可以看到有许多人已经是眼眶泛泪 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开心的一天 因为我终于成为美国公民了 这个国家给予我自由安全以及良好的生活机会 我和我的丈夫孩子非常幸运来到这里 尤其今天是7月4号 全美国都在和我一起庆祝这个日子 我很高兴 我很高兴我入籍了 这样我就可以拜访其他国家 等我长大以后还可以投票 来自印度 刚入籍美国的拉维德表示 他很高兴他终于拥有了投票权 这个国家真的很棒 任何宗教和族裔都享有自由平等 这让我想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 参与选举过程 为支持的政府官员投下选票 入籍仪式上还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那就是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 他在仪式上发表演讲 祝贺这些人成为美国最新一批的公民 我在此欢迎在座的每个人 成为这个伟大而受人爱戴的国家的公民 这个国家的建立靠的是众人的付出 而不是奇迹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报告显示 每年大约有70到75万人成为美国公民 而申请人数最多的四个国家 则分别是墨西哥 印度 菲律宾以及中国 国土安全部官员表示 今年预计将有1500人 在六个美国的重要节日上 入籍成为美国的公民 主持人 好的 感谢姜云从现场发会的报道